其實就跟一些人所歸納出來 美國影子政府製造人民革命 擦反各國政府的12個步驟相近 第一,派中情局M16等情報人員 以留學生、遊客、義工、商人、記者的身份 進入目標國家 第二,以人道目標為理由 開設民主、人權為主治的非政府機構 開展工作之餘,也可以招攬一些 崇尚自由和理想的人 第三,開始在當地招攬一些叛徒 尤其是學者、政客、記者、軍人等 可以是賄賂的方式 或是找出他們的罪證以控制他們 第四,如果目標國家有工會勢力 就會以金錢收買他們 第五,為革命創作或選擇 一種象徵顏色或鮮明的口號 例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1989年東歐的天鵝湧革命 2003年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 2005年黎巴嫩的雪橙革命 烏克蘭的橙色革命 伊朗的綠色革命 莫里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 甚至香港的雨傘革命 第六,以不同名義開始示威 從而展開革命運動 示威的名義可以是人權、民主、政府腐敗、選舉墨幣等 不需要找出證據 只需要找到藉口就可以 第七,以英語寫上抗議標語 好讓美國人能夠看見 這樣就能夠使到美國政客和平民 開始發出負勝 第八,讓之前所收買的政客 知識分子、工會領袖等加入示威 並且號召所有對政府不滿意的人加入 第九,美國和歐洲的主流傳媒配合 不斷強調這場革命是因為各種不公平所導致 從而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 第十,當全世界都注視 就製造危機行動 拍攝人民被打壓的影像 以動搖目標政府 令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 第十一,派出一些引發暴亂的演員 以武力挑釁警方 迫使警方使用武力鎮壓 這樣就可以使這個政府 失去其他國家的支持 被國際社會認為是非法政權 第十二,運用政客到美國、歐盟、聯合國等地方陳情 使得目標政府受到國際經濟制裁 設立禁飛區 甚至協助空襲 及供應武器給叛軍 如果純述十二個步驟都未能成功推翻目標政府 這樣就讓美國尋找一個藉口作軍事介入 以武力推翻目標國家 事實上 這十二點也非常有效和成功 2007年 一位曾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敬歐洲盟軍司令部 美國退休四星將軍 Wesley Ken Clark 在一個講座中提及 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 沒多久 國防部曾發出一個指令 就是在五年內攻擊和推翻七個國家 包括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亞、索馬利、蘇丹和伊朗 雖然這個國防計劃並未有在五年內完成 但是十多年之後 根據這十二個步驟 美國藉著阿拉伯之春和反恐戰爭 這七個國家 有些已經被推翻 有些陷入內戰 有些也已經是崩潰的邊緣 因此 世界局勢 國家的被推翻 並不是人民作出偶然或者自發的行動而造成 相反 是經過精心策劃和計算 事實上 如果要推翻一個國家 以內部革命導致崩潰的方式 遠比出兵攻打便宜得多 也因此 美國不斷運用這十二個步驟 去拆反不同的敵對國家 而如果 美國要對付中國的話 首先 也必須以香港作為目標 原因 對於美國而言 香港只是一個小城市 對於國與國之間的角力 貨幣戰爭越演越烈 俄羅斯及中國 與其他國家靠攏 金鑽五國 自行開箭銀行和儲備基金 目的 也就是要擺脫美金 不讓美國繼續以印鈔的方式 而紙幣換取各國的實質資源 但貨幣卻源於對政府的信任 因此 美國如果要維持美元的地位 一方面 就是要維持軍事上的霸權 另一方面 就是讓其他國家的人民 不信任自己國家的貨幣 或是讓其他國家的經濟比美國更差 這樣會讓普羅大眾 在無選擇的情況下 在相對的情況下 繼續選取美元 作為貿易的單位 意思是 美國經濟差的時候 只要美國 導致其他國家的經濟更差 政治更動盪 這樣 目的就已經達到 因此 這樣也解釋到 為什麼美國 繼續引鈔 但仍然不會崩潰 所以 美國以塞浦路斯引爆歐債危機 歐盟各國不斷傳出經濟爆破危機 至於中東方面 2010年 美國藉著阿拉伯之春 以民主之名 推翻不合作的中東國家 例如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 其後 屬於伊斯蘭兄弟會的穆爾西勝出選舉 但其後 又被軍方所推翻 埃及這幾年間 不斷產生 面臨分裂的共勉 而曾經推動 以金本位貨幣取代美元 用來買賣石油的利比亞領袖 卡達菲 也在阿拉伯之春運動當中 被叛軍殺死 其後 利比亞 也陷入不斷來戰之中 阿拉伯之春 也導致敘利亞及伊拉克陷入來戰 其後 叛軍更成為伊斯蘭國 ISIS 佔領兩國一大片土地 因此 面對助勇最多美國債券 中國的崛起 美國不會坐視不離 而中國更加提出去美元化 與不同國家 簽署雙邊貿易協議 不用美元交易 直接挑戰美元地位 而事實上 美國政府 亦從來沒有看中國為朋友 反而 視中國為敵人 美國近年 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 宣布重返亞太 於2020年以前 將六成海軍 部署於太平洋 為的 就是要聯合亞太各國 圍堵中國 因此 當然樂於看見敵人的城市 陷入混亂之中 余佑華牧師的分析 一個月之後 9月26日 香港展開了一次 歷史上小見的示威浪潮 示威的起始 是因應人大常委 對於政改的決定 舉行罷破及集會 9月28日 事件演變成提前佔領中環 由於示威人士 不能進入政府總部門前的公民廣場示威 後來演變成佔領政府總部對開的金鐘 其後更蔓延至中環及灣仔 警方派出防部隊 發射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示威形勢急轉直下 其後引發更多人集會 同時間 紅鵝灣及旺角也被佔領 佔領運動其後歷史超過兩星期 這次示威運動 參加人數眾多高達幾十萬人次 癱瘓金鐘、銅鵝灣、旺角等地區 超過兩星期 這是香港歷史上小見的情況 佔領者有其民主訴求 政府也有其維持有效施政的責任 不論雙方的理據如何 但從這次示威運動當中 卻是有處Freemason危奇行動的影子 於佔中運動後不久 俄羅斯國營電視台已指出 示威是由英國及美國政府背後策動 其後也有傳媒報導 學民思潮的黃之鋒 是美國政府培訓的人才 並且接受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金錢 而報導當中所提及的美國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簡稱NED 是一個非牟利組織 用來推動各國的民主進程 但其實 主要的資金來源 也是由美國政府所資助的 用來拆反不同國家 有人指稱 美國政府透過NED 於背後策動埃及的阿拉伯之春 曾經參選美國總統的 美國國會前參議員Ron Paul稱 美國政府向各國推廣民主 其實就是要殺掉民主 原因 美國政府以推廣民主的名義 都各國提出幫助 但後果卻是 那些所謂被幫助的國家 根本不會得到民主 反而會陷入不斷的崩潰當中 並且他提及 美國政府自1991年起 透過NED等機構 已經向烏克蘭投入超過50億美元 協助烏克蘭發展民主 其實 最終就是拆反烏克蘭親俄羅斯政權 改為親西方 造成現時烏克蘭陷入分裂 內戰邊緣 直接打擊俄羅斯 逼使俄羅斯參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